大家好,我是Alan 星期四,美股盤后Intel出了份比预期好的业绩 所以带动整个科网股 即美股科网股在盘后有明显的反弹 而Next Step的期货亦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 所以带动到港股这边是出现一个高开 然后在全日都是比较窄固的培会 成交亦是比较低落的 今日的反弹,即星期五的反弹主要都是由这个科网股所带动 这应该都是延续美股的反弹的趋势 但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现在的宏观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这个港股反弹更加多似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而反弹的幅度我相信都是受限着 20天线附近17,500左右这个位置 因为17,000已经明显跌穿了 然后跌到接近16,800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短期的支持位 但是这个支持位是未必能够守得太久的 因为就看回现在的宏观环境 即是尾巴的冲突相信都会持续下去的 还有就有少少扩散的迹象 因为就看到美军已经对 尼巴远的珍珠党 和敘利亚的某些据点 其实会实施一些凶宅 这个情况可能会加剧到整个中东紧张的局势 而油价也好或者金价也好 尤其是金价应该都会进一步有向上的动力 另一方面 美国因为加息的预期或者利率政策的预期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所以国债息率仍然维持在高位 所以整体的无风险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者的确是益压了 其实投资者是作其他更高风险的投资 包括方网股 这些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承受一定的沽压 再加上美股的方网股也是一个比较挤涌的交易 少少的利淡消息 例如前一两晚的NVIDIA的一些传闻 又或者是Google和Meta的业绩 都会导致跌幅相当显著 可能美股的科技股未来都会维持着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小涨大回的格局 这个对港股来说一定是会造成的阴霾 看看港股这边利好消息也是缺乏的 内地的经济虽然经济数据没有了一步的转差 但是从大家实际的投资者的感受来说 经济的情况也是没什么特别的起息 虽然有万亿的国债投放 和汇金增持这个A股的银行股 或者某些ETF也好 但是要扭转整体内需和出口外贸的疲弱 暂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整体我相信股市向下的趋势 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 如果下个星期回来 如果穿了16,800的位置 可能就会进一步沉底去到16,000左右 可能下一步的支持位 当然又不是真的没有股可以炒的 只一路强调 有某些 若然是基本因素没有明显的转差 兼且就是那个营运的状况 相对来说比较良好 有强劲的现金收入 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派息政策 如果息率是比较高的话 这类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例如有哪些呢 就是一些上游的能源相关 资源能源相关 例如石油或者煤炭 另一方面就是内地的电讯股 中研洞、联通、中电讯 尤其是中研洞 再加上一些境外的金融股 以汇控为代表 这些都可以是趁市调整的时候 作为一个逐步的吸纳 而是长线持有的投资 好 今个礼拜先和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过去的星期真是风高浪急 恒指试过大升474点 但是之后到最后收窄到 升幅100点都不够 到星期五的时候 又一度再抽升三四百点 现在来说 我想恒指的后期 即将来的走势 都会大概在17000点附近这些位置 徘徊和增持 下个星期一大家留意着 就是这个期指结算日 大户在期指结算转仓 在上个星期 这几天 不断地将指数无高弄低 我相信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希望找一个他想要的位置做结算 以现在这样看 有机会应该在17000点楼上托着 然后作一个结算 咦?是不是这样代表后市可以看好呢? 又要小心 因为结算的日子 很明显就是为指数而去做 不代表后市就一定是看好 或者看淡 即是说结算的大跌或者大升 大家不要太在意 反而应该看得淡一点 另外再来看 始终港股的成交 都是很短 即使你说过去那个星期 曾经试过大升四百几点 成交都是不过1000亿 而现在看到成交这样缩发的话 那指数就真的很难再推胜 好了 就算你说中央旧市措施 不是没有 On and Off 很多措施出过的 譬如中央汇金 怎样去买内人 跟着之后中央汇金再买这个的一些指数 托着这些男子的基金 但是又如何呢? 大家都看到 指数 这一刻为止 就是刚刚看过去的几个交易日 是轻轻好一点 但是只不过能够 就是说不会再跌下去 你说是不是有很大的升幅呢? 不是 譬如恒资 这一刻来说 17,500也到不到 都不要说18,000那些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就是说跌了下来的话 你要弹上去 似乎困难重重 另外 我们看技术上的走势来说 在这个保力加通道中逐 即是20天线 到现在 即使两次 就是过去那个星期 两个交易日曾经试过大升400点 但是都站不到在20天线 所以 都不要求那么多 现在第一步 先求可不可以守住20天线 站得上去 跟着再说 好了 现在的20天线是什么位置呢? 我们先看看 这一刻 20天线保力加通道中逐 就是在做17499 大概17,500点这个位置 但是仍未行 始终未能够可以站得稳 所以后市就看一看 特别是星期一 大家都看淡 意思是不要看得太在意 因为星期一是期止结算日 有机会的指数就会被武功露低 暂时来看 希望下面就守得住 上年11月的低位 就是16800 大概16800点的时候 在去年的11月曾经试过两次挑战这个位置 都顶得住 就守住了 所以 未来后市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16800点这个水平 上网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保力加通道的中逐20天线 大概17500点这个水平 未来有机会 可能都在这个区间里增持 你说中间会否突然可以突破 或者跌破呢? 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 暂时来说 除非有些突然间的负面消息 如果不是 都会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还有有点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 这个债券知识 那条线 大家一定要看着 现在的10年期债券知识率 就下了4.8% 之前曾经试过上到5厘 就说五雷轰顶 所以就担心 不行 那些经济受不了 连美国自己 一些基金都走出来说 没有一个经济体系 能够可以这么长时间 去承受一个这么高的利率 现在看到似乎 联储局那边 都可能会收一收 大家都会觉得 再这样推上去 真的不行 可能真的有机会 加息的部分 都要再收一收 所以为什么股市有有力 可以上回一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中俊昌 又是下周展望的时间 尾巴局势 未有明显升温 加上中央 再次出手救市 今个星期 A股和港股 都叫做失而复得 A股重返3000点的水平 而港股来计 恒指亦都守得住17000点 除了救市 美国时间 10月26号 外长王毅 和美国国务卿 布林恒 都在华盛顿 会见了 而且 看到出来的效果似乎减轻了 市场对中国的疑虑 例如北向资金来计 外资 买A股来看 星期四和星期五 分别的正买额 达到12.27亿 和46.68亿 明显改变了 之前 外资流出的趋势 但港股 如果说企稳 我觉得还未那么快 可以那么老定 事关 还有一些负面消息 例如 有9500万股的腾讯 差不多300亿港元的价值 传入到SeaCuts 这很相信是南非大股东 准备减持的先兆和痕迹 而另一只 是2888 渣打 因为它公布了出来 有一笔关于 中国商业房地产 的减值支出 都有1.86亿美元 一出来之后 事前可能都已经有春光鸭 出来之后一只大阴烛 单日在港股跌超过11% 之后星期五 还要继续滑下去 这类的消息其实都会 陆续 或者可能都会慢慢浮现出来 因为 我们看到 负面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内地房地产 其实环球经济 或者企业 都陆陆续续因为最近 那个 紧缩的货币政策 加息这些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业绩 或者他们的调数 另一方面 看到周四美国公布GDP 好过预期 虽然说可能是跟一些 军费 政府开支 或者大型演唱会 这些 不是经常性 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 影响 但怎么说都好 都说明了 美国的底子 依然是好 而如果经济不差的话 那就要留意通胀 录影时间 星期五下午 如果星期五晚 公布的美国9月PC 是高过预期 去到差不多4% 或者更高的话 其实这个 意味着 美国联储局 可能 会出现一个 更高的利率 以及 维持一个更长的时间 这个对港股 是比较不利的 当然 如果数据是符合基本的预期的话 大概9月PC 3.4% 至3.6% 我觉得 港股下个星期 可以说是 基本暂时 存定了 所以也要看完数据才知道 下个星期 我自己看 我们从恒指的角度去看 完成了 完成了预计的跌幅 小时图 是有少少伤底 被 列口作为阻力 顶住了先 如果是稳定的话 基本上可以预计 大概在列口的 顶部 即是 177 176 这些位置 会有阻力 下面 177 会是支持的 下个星期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东西的话 应该会在这个区间上落的机会 就比较大 展望上大致上是这样 关注 股票走势的朋友 记得看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早市感浪 其实很多预测 和即市的分析 都会在里面说 例如我星期二 当时市场比较负面 觉得会跌穿的时候 我再提醒大家 这个星期港股其实是有机会反弹 而阻力位会在列口的 17540 最后 走势都非常符合当时的预测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继续支持我的节目 和分析 大家好 在过去这个星期 恒指的走势 还是比较反复 当然 曾经跌穿17,000点的水平 尾段来说 反弹到17,300点的水平 但是 始终你说这个十天线 都是 之间穿梭培为之后 其实后向 尤其是结算之后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第一 就是 11月份的走势来说 我自己觉得有机会延续10月的走势 都是一浪低于一浪的情况出现 在过去这个星期来说 我自己觉得不太舒服 地方就是 见到一些公司公布业绩 一不对版走样 或者不符合预期来说 见到很多股品的股价 都出现了急挫 急挫来说 都看到不是一些 纯粹投资者的出货行动 而是一些基础投资者 腰斩 减持 反映对后市况后向 其实信心是 不太大 或者 起码 未来来说 是更低的价钱 可以买 所以 毫无保留 毫无顾虑 继续大手减持 所以 变成 美股好 或港股好 大股市场 1月上传 还有很多公司 会公布业绩 过关 或者有没有新的逼合成数 还未浮现 大家都关心 尤其是 渣打和 国寿的业绩 令到市场更加关心 就是金融股 的前景 当然 渣打 因为 它 覆盖的 新鲜市场 比较多 今次 业绩有点 走样 受到 内房方面的拖利 市场 也有点 始料不及 但当然 接着 继续会控 我相信 业绩兽 这方面的影响 未必会那么深 尤其是 反而 业务 组合 或 组合 组合 现在的情况 在内地的比例 不太高 尺寸 比较大 反而 我会看 面对欧美 仍是处于高息走址 色差 有没有条件 再掌博拉阔 另一方面 控制成本方面之外 亦看回购 派息 这些因素 我都觉得 应该对汇控 有利 但当然 记得 接下来的 市况地中 这是 另一个 课题 第二 如果从国手来说 反而令到 我觉得 如果是银行 和保险 的前景 银行浮面的东西 比较容易 见得到 因为有很多 都是 和宏观 环境 和买 那时候 的走向 大家都可以 可良性 比较高 内险来说 更加 受到两方面的 因素 一是 保费收入 可能 仍然有机会放缘 第二 他们本身 持有 因为很多 店银行 年纪比较长 一定是 长息为主 但是 你会见到 过去这两季 长息 发上发落的 波动性 令到 债价也好 差着 他们本身 可能一些 保证回报的产品 其实 当时推出 保证的息率 与现在 尤其是内地 面对 反而不是加息 而是减息 的情况之下 回报方面的差异 情况 会否令到 未来的产品吸引力 减低 现有 他们会否再需要 在 保证回汇的产品上 需不需要 尽量補贴 这也是要留意的 尤其是 今次见到 国寿 在实施了两个 生活制度之下 在 账面上 也有 比较大 亏损 这也是 值得 关心 我们可以 国寿 和 亭会做的指标 都 看到 短期的 相对来看 凹雷 担心的因素 是否 继续 需要持续 因为 如果这些股份 都 不能够 比较 信心 有稳定性 恒指 叻极 但极 我想 都是有限 始终 向上的 大家都会看 17,500 为了阻力 升穿17,800 转实 但向下 我觉得 先行的 方向 始终 要补回 现在看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10月11日 为了下来 16,200至16,800 这个地口位 我觉得 应该要补的 基率 都是比较高 而且 似乎合理性 越来越大 因为看到很多公司的业绩 相对地 一有牵差 他们宁愿以 减房 为主 当然了 到这个星期尾 来说 有些板块 都继续 闪现 有投资价值 或者 有抗跌力 一是电力股 电力股 内地电力股 我一直都是 未有条件转身 我抱了一个疑问 因为 可能 因为他们的数据 或者 电力的销售 可能是 基数方面上升 但 始终 煤炭的 加价的成本 以及 他们的 发电方面 的需求 我想 现在 经济氛围来说 应该 不容易 有太大突破 只不过 可能是 在销售方面 或者股值方面 相比之下 可能 亦有防守性 在 尤其是 例如 星期未公布 6年电力 封建的 这些项目 我仍然觉得 似乎 看看这几年前 反过来 突破空间 并不是太大 概念就足了 所以 这个 不是我自己觉得 可以 很强 去跟进的 板块 一个事人之旋 只不过 其次 另一个 我仍然觉得 很明显 这期 是标了上来 在逆市之下 发挥了强势 我想就是 制药 和生物科技股 这个板块来说 其实 好一段时间 都真的 股值是大幅 腰斩在腰斩 但是 看到 有部份 因为 真的开始 在他们的业绩 基本面 交到功课 例如 之前是 高比特值的 这些股份来说 变了 例如 比如 D6O CRO股份来说 变了 他们的 接单方面 亦亦产品的 商业化方面 变了 相对地 慢慢地 落地提升 以及受到 资产反担务政策 或者 採购影响来说 这些 类型股份 比较少了 所以 所以 大家对 股值方面 大家 贪心的程度 降低資料亦願意入市交到功課 強勢的可以分成幾方面 如果醫療設備 例如外康醫療 都值得去留意 至於大口熟悉的CXO 或者外包相對的藥物股份 都可以留意幾種疫苗疫苗 例如康康生物 若名康德公務基金有持貨 另外有些做得不錯 管道比較多 業務比較分散 例如和王 這些都可以選擇性 數目不用多 一隻起 兩隻子 持股比例都不值得放太多 至少近期的進擊程度比較大 所以這也是值得和大家 這個禮拜分享的辦法 大家可以值得關注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國同政經的林家康 今天為大家講一講 接下來這個禮拜的大肆表現 星期一來說就是這個期子結算 我相信期子結算不會有太大的波幅出現 但你看看整個十月份的走勢 其實是一個叫做先低後回穩 所以你看得到恆子的表現來說 跌了足足是差不多一段時間之後 在月底的時間才抽回上來 變成與上個月的月底的時間 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算是結算的時間 都不是說有太多的虧損 這個現象會令到 我只覺得十一月份來講 整體的恆子表現 可能比十月份是會更加好些 十一月份來講 其實恆子可以再提高一線的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 美國聯主局十一月份是不會加息 雖然來說有人說十二月份也有機會加 這個機會是有的 但是機會率暫時可以看到 大約佔10%左右而已 所以不加息的機會仍然是非常之高的 只要一旦十二月份都不加息的話 踏入明年的時間 我相信美國息率見領的膚息 差不多每個人都會高呼 而說這件事就說 未來明年可能又會再減息了 所以今時今日來講 我相信結算完之後 十一月份那個市況應該看好些了 不要太悲觀了 所以有機會的時間 如果恆子仍然是在這個 玻利加通道 中軸線和底線的中間的時間 應該要趁低位入市了 否則未來來講 恆子再升上去 17,700 17,800 17,900 你會追不上去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當然 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